活二世召见赵高,一见面儿,二世就活了,说赵高啊,有事瞒着他,他是大发雷军,可不赵高下坏了,跪那儿都成一滩泥了,下得赶快把帽子摘下来。 他心想,什么事儿让二世知道了,他跟我发这么大说啊,他知道这活二世软弱无能,是他的学生他能不了解吗,但是他也知道这活二世特别浑,一脑袋匠子,什么都不是,他要犯上那浑来啊,爹妈他都不认。 赵高心想,我今儿可得格外小心点,哎呀陛下,真罪非万死啊,可能有事儿,我没有启奏,可是您得让我明白,什么事儿,我隐瞒您了,我没让您知道。 我二世一听什么事儿,张寒打了败仗了,啊,出国人马大兵压兵,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呦,赵高倒吸口冷气,心说这是谁在这二世跟前,把我给捅了,啊? 是不是还有人说,我把这奏章告绩文书全押起来了,也未可知啊。 哎呀,我收拾的这人差不多了,怎么还能有消息走漏呢? 嗯? 赵高心想,我别想这些事儿了,怎么现在没这功夫儿? 我得啊,先想主意,把眼前这难关,应付过去,停在这儿了,嘿嘿,他乐乐,活儿睡一小夜,我说你有些拉场你还乐呢你啊,你笑什么,哎呀陛下,您哥把奴才我吓坏了,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这么大的事儿啊,是啊,张寒打败仗,冰退寒古关。 这不怎么能算瞒着您呢?啊,二世一听这么大事儿,你还不算瞒着我,那,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这话就不能这么说了,陛下。 呵,这赵高胆不小,他跟活儿是像聊天似的。 您能跟奴才我说说吗? 谁在您的跟前说过这档子事儿? 二世一听我跟你说这儿干嘛呀,没人说我怎么知道的呢? 是啊,可您知道奴才我为什么没有奏鸣于您吗? 没有秉奏此事呢? 因为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啊,我不摸底啊。 陛下,兵书上说的明白,兵不厌诈啊。 确实我听到了,说张寒打败仗,可也许是诈败,也许是转败为兽。 说不定打了败仗就是打了胜仗,也许打了胜仗诈成败仗。 我敢在您跟前冒纵吗? 我不把这个事情摸得准确一些,我怎么敢跟您说呢? 这怎么能说是蛮哄您呢? 我正在调查呀。 啊,二世监定头这么说呀,赵高,还是个有心的人。 我说,你把这帽子戴上,你起来起来,来啊,给他个座位,叫他坐在这儿好好说说。 哎呀,谢主隆恩啊,您把奴才我吓坏了,啊,不怕不怕,不吓不吓,啊,这个管人我呀,回头重重的赏你,你跟我说说。 到底这个张寒是真败还是假败呢? 哦,这事儿和算完了,啊,这玩意啊,怪,这胡二世是怎么瞅着赵高,怎么顺流,怎么瞅着他,心里怎么痛快,他就觉得啊,这赵高啊,是他贴心的人。 嗯,你看,甭说别的,你就瞅着赵高这掌心吧,跟憨得拉似的,其实啊,这赵高把憨得拉加把狼拉出来了,在胡二世,胡的八都的,让赵高这么两句话,给蒙了,还给他坐。 赵高坐在那会儿,眨了眨眼睛,陛下,我没光陪您这坐着,我得赶快去调查清楚。 到底张寒怎么回事,您听我回奏。 赵高要走,哎,二十一乔到那儿,怎么,你走了,谁跟我玩啊? 哎,陛下,您别着急啊,我一面调查,一面陪王半价,陪着您,哎,该听歌听歌,啊,该喝酒喝酒,您放心。 赵高回去就那儿开了闷了,这谁跟二十说的,其实谁也没说,怎么回事,由于这个赵高啊,脑袋疼,跟二十一请假,他不上朝了,二十这些日子折腾得也够呛了,腰酸腿疼,那他成宿不睡,哪晚上当白天。 他那身子折腾好得了吗?他一想,我也抓紧时间睡会儿吧,他自睡不睡,正躺在龙床上迷迷噔噔的时候啊,他手心那些侍臣和些小菜仙就在这门外嘀咕。 七七叉叉的,开始声音特别小,后来啊,这声音还越来越大,他们以为花是睡着了,其实啊,他没睡,闭着眼睛在那儿,眯着侧脸的听着,听他们说什么? 这些人说什么呀?哎呀,各几个,坏了醋了,怎么,知道不知道,张寒打他败仗了,让楚国杀的大败,一连破了他十座连营啊,现在张寒兵退寒谷关了。 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是粮草也没给他发,救兵也没给他派,眼看寒谷关守不住了,只要寒谷关一丢啊,出国人马,就杀的咸阳来了,咱们脑袋都得搬家呀。 哎,这个事情,天子知道不知道,天子不知道啊,赵高知道,赵高跟皇上说没说这事儿,谁听他念得过这事儿呢? 他总给皇上出主意怎么斗鸡,怎么玩,他多着说过正事儿啊,哎呀,那咱们不是传完了吗?可不是,咸阳一丢,皇宫不保,别说咱们,连皇上脑袋都得搬家。 皇上,皇上突然哭 Clem什麼的丢,从床上坐起来了,光着的地儿就下地儿了。 他把这些事情喊过来,问他们怎么回事儿,谁说的,这些谁敢说呀? 一说就得掉脑袋呀。 胡二世急了 我给你们保密不行吗 我不说是你们说的 你们告诉我怎么回事 万岁拎刀剑 还蒙在鼓里啊 做了这前前后后的事情 都跟这胡二世说了 说现在啊 上至朝廷命官 下至黎民百姓 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都没办法 一您不升朝 不临朝听政 文武大臣有话跟您没法说 见不着您 赵高全知道 他瞒着您不说 我们今天呢 走了嘴了 说了这么几句 陛下您息怒 唉 你们起来吧 胡二世听完了之后 气得不得了 这才把赵高给找来 赵高哪知道 他回家合计的还纳闷呢 这二世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张寒 悄悄的从韩谷官派人来 到咸阳这儿 买通了宫中人 让皇上知道这事了 也未可知 想着赵高把压意要好啊 张寒 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哦 甭问 你把司马新打死回来 也是为探虚实啊 要怎么他挖忙脚的 到这儿来见我 我没见他立刻就倒了呢 我呀 我告一句 第二天的进宫 他告诉花儿市张寒 反了 是吗 啊 陛下您想想 张寒呢 是秦国三世老臣啊 英勇无敌的大将 称得起是我秦国的 晴天白祝 嫁孩子金粮啊 他多的书国 这么惨的账 让人连取十座大营啊 这不明明是让个人家吗 哎呦 黄师一听 糟糕 那你说怎么办 应该 把张寒 司马新 和董毅 这三家 摇摇哨哨 全都抓起来 作为人质 您呢 要立刻传旨 把张寒 调回京师 问罪 当面您问问他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 打了个败仗 为什么败得这么贪 嗯 或是一听 言之有理 这皇上 是个彻头彻尾的 体重多少 多大一魂球 你不想想 哪有把这前敌大将 给叫回了问罪的 没等问罪 先把人家这几家人全都抓起来 这逼也得把人逼反了 那他不管了 他把这事就交给赵高了 哎去 你看着办得了 啊 你去传旨 问罪 谢主隆恩 赵高领旨下跌了 他一方面派人 把这几位 元帅的家小都抓起来 另一方面 派他的侄子 赵长 拿着圣旨 到韩国关 去一桌张涵 董毅和司马兴 在司马兴先回来的 回着韩国关来见张涵 张涵一愣 你回来了 怎么样 见着赵高了吗 没有 张涵听得这会儿把眉头一皱 你没见赵高 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让你干什么去了 元帅您别着急 听我慢慢跟您说 是这么这么回事 他把在赵高府门前 见到的 听到的这些话 跟张涵全说了 张涵摇里摇头 不能啊 怎么 这赵高他害我干嘛呀 我跟他没有什么 根本利害充足啊 他是文臣 我是武将 他呢 陪王半将 我呢 为国欲敌 我们各有分工 各干各地 素无侠险 就是说一点小过节都没有 他为什么要害我 害 司马兴常叹了一声 元帅 您是为武将的呀 带人直爽 忠诚 您是以君子之心 剁小人之父 觉得这个事赵高做不出来 可这赵高是无缘无辜就害人 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 李斯丞相怎么样 让他豁免三足满门朝战 我知道他跟李斯素有不睦 那是个不睦的事 元帅 您好好想想 刚还想 不用想 我们明日回闲聊 司马兴一听 元帅 您回去干什么 我直接面军 我就当着皇帝的面 我问问赵高 他想要干什么 也可以说 这叫清军策 如果赵高确实居心叵策 我就当着皇帝的面 把赵高除了 乱群贼子 人人得而中之 这样祸国扬民的东西 如他那一面 哎呀 司马兴一听 您不能回去 怎么 那您不等于送死一样吗 赵高扎着网 正要捉您呢 刚才冷笑一声 司马元帅 别看我 练书向于九镇 但是赵高要想制服我呀 贪何容易 他算干什么的 我还把他放在心上 不必为我担忧 正这会争论着呢 圣旨到 接旨吧 三位元帅 舍百行案接旨 赵长姐外边 大大样进来 铁儿拉嘴的 主多大 奴多大吗 你不想想啊 他是谁的旨啊 赵高的旨子 自从奉旨出京 一路之上 盛气凌人 现在见着这仨元帅 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呀 小人得志嘛 嗯 张汉听旨 趁张汉 跪头及旨 无奉万岁 赵长 宣读圣旨 张汉 统兵征伐 丧尸辱命 兵败韩武 按兵不动 是有曼军之罪 今特前使赵长啊 调尔 回朝 以罪 接旨吧 张汉没接这旨意 听着这样 可把这个元帅气坏了 他蹭蹭一下 他就站起来 一派胡言 啊 赵长愣了什么 你说圣旨一派胡言 张汉 打了一辈子仗了 屡立战功啊 这位元帅 那还了得 他哪听这吵 他匹手一跑 把圣旨抢过来 叽叽喀叽 撕个粉碎 逼押往地绳子 一拽 传令 将使臣赵长 把圣旨给捆起来了 哎 张汉 你好大胆的 皮肤 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 推出去 再痛 把这使人推出架载了 这赵长能让吗 啊 他都灌官了了 他在这个赵高的面前 说一半 在赵高面前要星星不给月亮 那是少爷秧子 他哪受过这 当时他破口大骂 老二张汉 你确实烦了 话还没说完呢 那武士如一碗的 就给那赵长来打嘴巴 这一个嘴巴 这消掉了一槽牙 把赵长给打傻了 打个眼前直冒金花 那可真是金灯 换银灯 泡弹洋洋成了 哎呦 感觉这就是真打人呢 这地方不打好人 像你们叔侄这样的 应该把你们粉身碎虎 说着就给推出去 这时就挺有人喊 刀下游人 你看 还要给坏蛋说强呢 大家举摸这么一看 原来是谋事晨曦 张汉一愣 陈先生 你这是何意 哎呀 袁帅 使不得呀 你先消消气 来来来 到帅堂 再说不知 他们来到帅堂落了座 陈希告诉张汉 袁帅 您这事情办得可太鲁莽 不能把赵长杀了 杀完了他您怎么办呢 张汉一听杀完了他 我们立刻搬兵了 率领着寒谷官的人马 回咸阳 我问问当今皇帝 我再次问问赵高 你看 您又来 那样做不行 咱们 您想想 您要从寒谷官一撤兵 主将已是立刻进兵 一点不客气 您这不是找罪吗 到那您再游礼也说不清 人家说您是把敌人给放进来的 您票的黄河也洗不清 嗯 是啊 陈先生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在这守着 哎 又没有粮草 又没有救兵 我这不做点自从吗 我在这守着也不行啊 我看哪 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呀 司马新和董一看出来 看出这陈先生 有好多话要跟张汉说 可是一时之间呢 又不好开口 正在这时 有人来报 启兵元帅 楚国大营派人前来下诉 哟 张汉一愣 难道说是战表吗 嗨 我现在成头高挂免战 人家又下战表了 这你说脸面上多难看 我都不敢出城跟他打去了 倒不是说打得过打不过 首先说我这军校都吃不饱肚子 一天自楼自楼管喝西粥 你说这怎么出去作战呢 甭问这是下战表呢 当他接过来一看 不是战表 是一封书信 这信是谁写的呢 赵国的陈瑜 这陈瑜呀 和项羽的大谋师范增商量过了 说现在咱们应该给张汉写封信 劝他归枪 我看是接过眼 现在张汉是进退两难的 他想回咸阳回不去 朝里边有赵高作祟 在这胡作非为 可能这赵高要害这张汉 他要跟咱们打 也没那个力量打 咱不如啊 写这么一封书信 开导开导的 范增一听见之有理 那您稍来写吧 老先生 我写完之后 您修改修改 一夜的工夫 陈瑜把信写好了 交给范增 范增一看 这信写得不错 所以就派人 给张汉送来 张汉把信打开这么一看 信内容是怎么写的呢 在信里的一开头就说呀 武文白起为秦将 南征烟城 北坑马俗啊 功成略地 不可圣进 而竟赐死 蒙田为秦将 北中荣人 看与中地数千里 竟饮镇酒啊 何者呢 共夺秦不能进风 以法诸之 谨将军为秦将三世 左王商师 以数十万诸 而诸侯兵袭 此以多倍召告 肃欲日久 今世级 一孔二世诸之 故欲以法诸将军以色泽 世人更待将军以托其货 付将军居外日久 必夺内息 有功义诸 无功义诸 且天之王心 无论于智 并皆知之 今将军内部能执剑 外为王国之将 孤立尔于长春 其不哀哉 将军何不还兵 与诸侯合纵联盟 共约共勤 奋亡其地 念南称姑 其不欲于身 俯俯制 妻子为路 为将军同志 臣与百败尽书 知乎者也说了半天 臣与写都是啥片 他呀 开始在信里先给张涵举点例子 他告诉张涵 说武安军白旗怎么样 他曾经给秦国立过大功 南正监城 在白旗公处的时候 水灌了 颖都城 那是楚国的首都啊 逼着楚国迁都 北坑马扶 是长平官之一 占赵阔坑赵足四十万 打着赵国几乎亡了骨 给秦国开辟了 那国土啊 都无法计算了 立了那么大的功劳 结果怎么样了 被刺死了 当秦王给了他把宝剑 逼着白旗抹了夺子了 秦国大将 蒙田呢 败兵三十万 北竹龙人 曾经给秦国开辟了 一千多里地的国土 亲自率领的人马 和好多农奴 修造了万里长城 那多大的功劳 结果怎么样 因镇九而亡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他们都能 落得这样的结果呢 又为什么他们 那么大的功劳 秦国不能封赏 反倒把他们给杀了呢 你张涵元帅 应该好好想想啊 你呀保秦国 已经三辈子了 这次你打了个大败仗 伤兵损将十多万人 那秦二世 能饶得了你吗 现在这个秦二世 是愚昧无知 赵高专权呢 赵高之所以要害你 是因为抓你 做他的替身 为了保他 所以他才要杀将军 与其你被赵高害了 我看你倒不如带领人马 赶快归降楚国 和各路诸侯一起 把秦国给灭了 现在天已亡秦 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大厦天坑 一目难知啊 就是这大楼眼看要倒了 能一根木头 想把它支住 根本不可能 现在这秦国是上招天怒 下招人怨 他好不了了 你这时候要是投降过来的话 和各路诸侯一块练了秦国 你呀 还能立点功 以后呢 还能分给你一块地方 比赛满 窝窝囊囊的 被赵高杀了强 就是这么个意思 张汉看完了这封书信 唉 长叹一声 淳熙在旁边呢 袁帅 因何发探 陈爷爷 你看看 他把信交给陈熙 陈熙看完这封书信 把手这么一拍 哎呀 陈宇写这信 太好了 所言其事啊 他说的头头是道哦 哦 张汉瞅了瞅陈熙 先生何出此言 你这什么意思 我说呀 陈瑜这是提醒元帅 你应该尽早 现官投降 唉 张汉摇摇头啊 看何容易 怎么 我与项羽 有杀死之仇 项梁是我亲手所杀 将羊言 非给其叔父报仇不可 要把我碎十万段 可怎么能够 收留我呢 哎 陈医摇摇摇头 冤帅此言差矣 您和项羽 根本谈不到什么仇怨 此话怎讲 项梁将军不错 被您给杀了 但是那是两军作战 各位其主啊 不是因为私仇啊 这是为国打仗 您是秦国的大将 项梁是楚国的将军 二位打起来了 这很正常啊 军家作战嘛 如果 这话我说的不大好听 元帅不要见怪 要是项梁 在定朝那把您给杀了 那么您这会儿 亲亲友友 得怎么个报仇法呀 不能这么说 我想项羽将军 不会计此前线 哦 陈先生 项羽 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吗 昆宏大度 不计此仇 他不会计这样的仇恨 如果要计的话 我也能给他说破 陈希不才 愿在您跟前讨练 去游说项羽 有劳先生啊 您多辛苦吧 陈希打了扬鞭 到楚营来 来见项羽 说我家张寒元帅 有意归降将军 像羽一听通的下子 站起来火了 把双肩这么一瞪 一派狐猿 我与张寒有杀户之仇 不灭此贼 亡为人也 我非要把张寒 碎事万段不可 怎么能够 纳他老贼来想呢 你赶快回复张寒 叫他领人马 来我赢钱 授手 哦 谢谢大家